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去之后呢我们也会把这样的讯息带回到南投 希望更多的南投对于希望在两岸可以交流的不仅仅是创业 甚至有很多的这边的工作机会大家都可以互相来提供 也希望未来的几年再次的进到我们这个园区 去防空望的园区可以看到不同的更多的一些的成长 那我觉得这个对两岸的青年都能够有很多的学习 这个园区的组建时间非常短 但是我们就是都是我们台青小伙伴们 跟我们大陆的施工团队也是都是一群年轻人 然后我们就是每天都忙到半夜三更 我觉得这是两岸的年轻人融合在一起的一个象征 我们下期再见